今年这个习胖的调门很高 大家应该知道跟前几年的这个一号训令不太一样 他对全军发布的这个开训令 今年是聚焦准备打仗 其他联份我们看到习胖一般比较脏黄的 都是时刻准备的 要训练好部队 其实以防御为主 但今年好像全面提升了任务的性能 如同打游戏一样 他现在越玩越大了 我们原先一直不知道 认为仅仅是他个人的幻想 但是从这个 美国这边爆出来 米利上将与中国的李作成 也有两次通话 并且向他保证 美国不会在川普任期末尾那几天 要对华宣战 即便是有军事动作 我也会事先通报你 这个问题在美国引起了争论 但是在中国 没有人知道 美国好歹还有两党 当时即便是 作为三军联系会议主席的这个米利上将 给中国打电话之前 两次电话之中 他都是有人可以商量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 他是2018年在川普任期内 获得任命的 但是他 跟民主党的领导人 获取了一致 那么 虽然是比较小众的 但是在美国 事件爆发出来以后 这个消息被披露以后 两党肯定 各有各的声音 即便是批评 甚至把他上升到 叛国行为 其实拜登 是不是支持他的 这种做法 或者说继续信任他 与他当时的做法 定性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 最终 如果这个事儿闹大 他会有一个调查 甚至有 法庭的定义 那么在中国呢 通过 这两通电话被曝光 大家应该知道了 习胖 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 是有原因的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个人的想法 他提出来 要时时刻刻准备打仗 搞得好像 马上就要动手一样 他能打哪呢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 应该来说 早就想通了 是吧 连外战外行 内战内行都算不上 他现在武力逼着 台湾跟他统一 因为对外他没办法打呀 跟印度都用木头 棒的 石块 开始进行 新石器时代的战争 因为有海上生命线 全球80%的贸易通过海上来完成 而出海口都卡在别人手上 大家应该知道 直到中共获得政权 跟前苏联 韩老大哥 喊了那么多年 日本海 还是没有任何出海口 也就意味着 中国能够面对的 其实只有东海和南海 当然了 人们习惯性的把台湾海峡 称为台海 中国有三支舰队 北海舰队 现在是北部战区的海军 他主要的目的是一个御林军部队 他要保卫天津 天津后面是北京 你看到他好像在黄海海域 在渤海湾 你注意看一下 跟内湖基本上差不多 那么 中国第一次这个 就是瓦联格改过来的这个 辽宁号 也是配属到 北海舰队 那么南海和东海 它分别面对的目标是什么 南海 可以说 边场末期 所以他现在 要搞这些岛礁 在岛礁上 铺设跑道 因为空军是短腿 海军真正能打的 打得过几十国军舰的 这个 这没有 目前没有这个能力 到2020年 据说有了 360艘军舰和潜艇 现代化程度到底怎么样呢 在近海有可能还行 所以他是一支防御部队 中共一直说要把海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长城 这违反了军事原则 但它是一句实话 因为海军是一个前出的利器 即便说 刺刀或者是拳头 都不为过 因为如果是航母编队的话 它其实是一块 可以移动的作战平台 如果说你的航母跑不远 是吧 你应该拖船 那个这个有限 跑太远了 拖不回来了 那你还能干什么呢 近海还要配出海军 空军协同作战 那南海上 这个田岛造交 就变成一种必然 即便他跟美国人曾经保证过 不用于军事目的 但最终还是得用 是吧 那么东海舰队主要是面对这个 台海危机的 因为对日本它实在是没责 干不过人家 这个前两年 其实不是前两年 大概有十年 我们就到在 东海海域 与日本有 争议的海域 进行这个石油勘探 最后日本人要干它 反过手来 他们就把这个这个 钻井平台 开回了自己的港口 现在估计都秀得不能动了 这两天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个新的战略规划 欧洲骂成一片 认为盟友背叛了他 第一天还在谈着这个跟美国建立更好的这个联盟关系 第二天就遭遇到了背叛 但是他同时也刺激了日本 日本明确的表态 把钓鱼岛看成自己的国土 大家都应该知道 围绕着钓鱼岛是有争议的 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台湾 还是属于中国大陆 那么 日本人玩了一个国有化 把它赎买回来 作为政府的资产 现在把它当作固有的领土 其实在七十年代 美军移交给 这个这个 日本做行政管理的这个冲绳也是一样的 冲绳在历史上被称为琉球 一直到大清才完全失去 因为确实没有力量保护这个小兄弟 那么日本人这么咄咄逼人 美国人在 南海搞的这个自由航行已经八年了 一个抗战都打完了 2012年开始的 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 加入的国家越来越多 连英国德国都派军舰来了 法国好像也派了潜艇 那么 这次 美英澳 不仅签了一个战略协议 同时还把 这个这个法国的订单甩了 美国人准备给他 武装起 核潜艇 那么对澳大利亚来说 这是一次提升 无非就是钱的问题 军备的问题 其实台湾也在备战 台湾的军费正在争战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 密集的爆发 看起来战争的阴云 越来越浓厚 它的起点 其实就是 米利和李作成的通话 只不过原来大家 知道这些现象 或者说 它发生发展的比较快 但没有人把它联想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的资讯 是有限的 这是一个后真相时代 当然了 仗还没打起来 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最起码知道 目前的紧张是怎么造成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